大家好,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快速繁殖番茄的方法 种一颗番茄,可以把它变成五颗十颗 要几颗就有几颗的一个方法 番茄的成长有一个特性 几乎每一节都会长出侧芽 如果不修剪的话,最后会长得密密麻麻 纠结在一起 为了促进通风,让每片叶子都能照到阳光 必须不断的把多余的侧芝剪掉 每一颗只要留下一两根健壮的枝条结果就好 这样可以把营养集中在这一两根枝条上 提高番茄的品质 剪下来的这些侧芽就可以拿来再繁殖 直接插在水中 三四天花根七八天根须就长到这么长了 这时就可以种到土里 一根侧芽就变一颗番茄了 现在一颗已经变成五颗了 水者番茄不断成长,侧芽不断生出来 不断的修剪 再插入水中花根,再种到土里 不用多久,田里的番茄由一颗变五颗,变十颗 接着第一批侧芽变得番茄,也长出侧芽 再剪,再插,再种 只要你空间够大 要几颗就有几颗 即使小家庭种十颗就够了 只要一流几颗种在软盘 田里的生病可以补上就好 今天就分享到此 前院长,福尔